2019年1月1日 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第一时间 依照电子商务法第49条 关于电子合同成立的规定 对亚马逊 京东 苏宁易购 密亚网 当当网 微品会 一号店 国美在线 聚美优品 九仙网 天猫 淘宝 拼多多等13家电商平台的合同成立条款开展调查 2018年8月31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 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 自2019年1月1日起 实行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已格式条款等方式 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 合同不成立 格式条款等含有该项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电子商务法实行后 电商平台中 关于已商家实际发货 或发送邮件 确认发货时合同成立等类似条款 将明显违反上述规定 2017年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曾开展电商砍单问题 调查部分网站 利用格式条款规定 以商家实际发货或发邮件确认发货时为合同成立2018年11月8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与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共同发表声明 督促广大电子商务经营者 对标电子商务法有关规定 及时调整不合规条款 录绝砍单行为 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督促电商经营者 切实落实电子商务法的规定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与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后 再次对电商平台的相关条款开展调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在2019年1月1日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电商平台在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前 及时修改了相关条款 在合同成立条款中规定或补充了 当您作为消费者 为生活消费需要下单 并支付货款的情况下 您货款支付成功后 即使为您与销售商之间 就已支付货款部分的订单 建立了合同关系 等类似内容 但仍有苏联易购 密牙网 当当网 聚美优品等四家电商平台 并未按照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 及时修改协议条款 仍规定实际发货或发送发货 确认邮件时合同成立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认为 上述四家电商平台 在电子商务法实施后 仍未及时修改合同成立条款 其条款内容 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的有关规定 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将督促电商平台修改相关条款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苏宁易购有关条款 一 苏宁易购平台中展示的商品 以及其价格 规则等信息 其兴致仅为邀约邀请 是商家希望您向其发出邀约的意思表示 二 当您确定购买 并成功提交订单时 您的订单内容 应包含您希望购买的商品数量 价格及支付方式 收货人 联系方式 收货地址等信息 是为您向商家发出了购买订单商品的邀约 三 系统将订单信息反馈至商家 经商家确认能够满足您的订购需求 并向您发货 以订单状态为准时 是为商家对您的邀约做出承诺 此时 您与商家之间 就该已发货商品成立了合同关系 您可以通过查看系统显示的订单状态 了解 您与商家之间的合同 是否成立以及成立的时间 四 在商家与您的买卖合同成立之前 您与商家均有权取消相关商品的订单 订单取消后 您已支付的款项 将退回您的付款账户密雅网有关条款要下订单的话 您必须把您想要购买数量的所有商品放入您的购物袋 您的网站下了订单后 仅表示 我私网站系统接收到了您下单的订单 只有我私将订单上的商品向您发出时 我们和您之间的订购合同才成立 当当网有关条款当当站上的商品图片展示 说明和价格并不构成邀约 如果您通过我们网站订购产品您的订单 就成为一种购买产品的申请或邀约 我们将发送给您一封确认收到订单的电子邮件 其中在明订单的细节 但是 只有当我们向您发出送货确认的电子邮件 通知您我们已将产品发出时 我们对您合同申请了批准与接收才成立 如果您在一份订单里订购了多种产品 并且我们只给您发出了关于其中一部分的发货 确认电子邮件 那么直到我们发出关于其他产品的发货 确认电子邮件关于那部分产品的合同才成立 当您所购买的商品离开了当当的库房时 该物品的所有权和蔑视风险即转移到您这一方 对于当当数字商品而言 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 我们将不会向您发出通知发货的邮件 在您订购数字商品并支付相应价款后 关于数字商品的合同及成立 据每优品有关条款系统生成的订单信息 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根据您填写的内容自动生成的数据 解释您向店铺商家发出的合同邀约 店铺商家收到您的订单信息后 将订单中的商品从餐库或商场专柜 实际向您发出时 以商品出库为标志 方式为您与店铺商家之间 就实际发出的商品建立了合同关系 如果一份订单里订购了多种商品 并且店铺商家只给您发出了部分商品时 您与店铺商家之间 仅就实际向您发出的商品建立了合同关系 感谢您说